二人の間 通り過ぎた風は どこから 寂しさを 運んできたの 泣いたりしなさの赤の空は 繼我們上次的開箱影片過後 收到來自滿多人的feedback 於是前陣子我就在IG 開始投票問大家說 有沒有興趣看我拍第二次的開箱影片 想不到還不少人想看著說 所以這次就是要來拍我們的第二次開箱影片 說說告訴大家 我們這次開箱的價值 是我們上次的麥克風的10倍左右 對了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第一支影片的話 我會把影片放在資訊欄 歡迎你可以點讀五上角 五上角就應該在這邊 來去看喔 要是不是幫我充油量 謝謝 感謝你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開箱我們今天的 大家看到這個應該就知道這是什麼了吧 沒錯的 這把就是我新買的吉他 前陣子呢 特別跑去台北把它帶回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其實 這個吉他的外盒是相當的精緻 它其實是包一層皮 然後上面還有金美盒 然後光是這個圖籍就 最少要三四千塊 看起來就非常的高級 非常的優雅 好 那其實貼這個圖子也蠻重的 因為它是全木頭做的 那我們就來看其他本體吧 另一個魔術給大家看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吉他的本體 那這把吉他的名字它叫做 鹹莫玲瓏 鹹莫是他的牌子名稱 而玲瓏則是他的產品型號 那 玲瓏的這個型號呢 其實指的是旅行吉他的型號 應該是有小巧玲瓏的這個意思 那旅行吉他相對一般吉他 顧名思義就是適合再度去旅行的吉他 所以他的筒聲也會做比較小 一般的吉他大約是四十一吋的筒聲 那而這把玲瓏呢 大概是三十八吋左右 比一般的筒聲越小一些 那我為大家介紹一下這把吉他的配置 面板它所採用的是 德國雲山 側背板 也是桃花新木 這是一把全單版的吉他 顧名思義就是整把吉他 它都是用石木去做的 所以音色呢 相對於合板以及單板吉他呢 他的音色的共鳴影響會更好一些 那我這邊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賢莫這個牌子 那賢莫的老闆呢 是一位叫做李承的李老闆 那賢莫這個名字呢 其實是他自己女兒的名字 那取名賢莫的意義呢 就是希望說 他每一把形態製造 都是像女兒一樣在疼愛 所以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一位愛女兒 更是一位愛吉他 他層次的一位老闆 跟我一樣的 可以說是欣欣相喜 禮善往來 跟我一樣都是信禮的 那我稍微為各位介紹一下 賢莫這個牌子特色吧 那基本上在吉他市場中 其實木吉他的精神其實都很激烈 特別是你要買到好的錢單琴 比如可能三萬至少要三萬起跳 甚至高階的錢單琴 有五萬六萬七萬 甚至還有到十萬以上的都有 而李老闆呢就是希望的消費者可以用 平價的價值都可以買到 品級 生意不大 不大 不大的吉他 他都採用的是資產製造特略 也就是說 他每一把全他工廠出去的錢 都是透過自己的通路銷售 不讓消費者被這些 中間的那些代替商 或是通路商 來去剝削 因此呢 即便你今天花了少少錢 你一樣可以買一把 像鹹莫這樣品質好的吉他 而玲瓏這個型號相當的特別 因為好的小吉他其實並不多 像這樣的吉他 至少要三四萬以上 而今天呢 我只有不到兩萬塊就買到這版吉他 賺啦 好賺啦 舒服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聽他的聲音吧 我是不是很喜歡 我的臉 有機器 他有機器 我也要不喜歡 我只是採用 去來吧 你的臉 光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